我曾經是一個警察 現在是一個抗爭者 我初期還跟不少以前的警察朋友聯絡 一直發展下來 可能從幾十個到一百個 一直有聯絡的朋友 變成現在只有三至四個 原因是他們覺得我是黃絲 覺得我是搞事的人 就算我說一些很中立 很抽離、很左膠的言語 他們都覺得我不是喜歡他們 我就是敵人 很不開心 那段時間是不開心 那段時間真的睡不著 很誇張 好像有點失戀了 有點像分手的感覺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重視這群朋友 現在警察是違規 但我想政府擺明是 只眼開只眼閉 包容他們 縱容他們這群人去濫捕 從他們的角度去看 他們有些覺得是 示威就是搞事 然後也有一些 覺得要展示警察的威信 所以一定要絕對制服他們 當然有一部分是 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因為他們半年來 精神壓力都很大 然後可能又有很多人 被人起底 又有很多被身邊的朋友 完全遷移了他們 他們就在這些場合 發洩出來 也有少數 我知道 是 當 當是玩的 有些是很喜歡 打仗 喜歡槍械的朋友 他們有這些時刻 他們覺得挺好玩 挺刺激的 好像我們這邊的示威者 都當作人手足 他們同樣地 都當作人家 本身你不喜歡他的 但你現在都是當作手足的 你一起上前線 一起去打仗 他們的相關 又會越來越深 就會越來越容易 去享受這些文化 可能做對的事 是要背負一些效果 可能就是 跟以前的警察朋友 可能會斷你的關係 可能反面 可能他會很討厭我 但我仍然相信 我在做的事是對的 仍然相信 我的公義觀 是真的公義的 我希望我真的站在公義那邊 我相信這些是對的 我自己堅持 我想讓一些 仍然在做警察 或者仍然在一些 很尷尬的崗位的人 都知道 其實你可以做這個選擇